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创造工具单步 今天 我们的生活与秦宫息息相关 人类开始在地空中高飞远降 飞行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变得习以为常 没对没对 七力之耗尽 请求迫降 航门325 行下降到300米高度 轻易40度 但你可能不知道 地球上有很长一段时间 根本不存在飞行任何时 现在 我们将用长达百万年的时间线 来为您揭示 人类探险轻轻轻的线索 大唐最智慧的人正试图破解一个 人们认为不可能的行为 文化古引士森与秦宫艺行 手中有着上百页的笔迹 笔迹上画满了银虫与鸟类 以及各种奇怪的机甲 隐藏在神秘的图纸 与复杂的编码里面 他的眼里只看到一个目标 人类要如何飞行 历史记载 早在公元前1903年 艾特兄弟是第一个实现人类飞行梦想的 但宇宙结识了 人类对于飞行的追求 是始于时间开端的秘密 一百三十七亿年前 穿越回宇宙的初期 大爆炸后的一瞬间 物质连同重力一起形成 从宇宙的存在开始 重力将作为一条铁绿 这则铁绿在某些行星上 成为了飞行的无形障碍 例如木星 它的重力太强 强到可以瞬间压碎我们 在另一些行星 比如月球 它的重力又太过轻微 几乎不需要什么力气 就可以跳跃极米远 而地球的重力则刚好合适 足够强到让我们站立在地面 同时也足够弱到让一些生物飞行 为什么昆虫和鸟类可以抵抗地心引力 一位智者在午后的河畔思考这一终极问题 突然间 一群在河边嬉闹的孩子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些不过垂条的孩童捡起河边的石头扔向水中 智者发现 石头竟然在水面上弹跳滑行 仿佛脱离了重力的影响 为什么像石头这么重的物质可以在水面上飞行 智者认为 这其中一定有某种科学依据 他召集数十个小孩 命令所有人一起在水边扔石头 然后将能够在水面飘起的石头收集起来 智者相信 这些石头有某种神秘的能量 可以抵抗地球的重力 或许 这些石头能够解开飞行的秘密 七一八年春季的早晨 智者将收集的神秘飞石绑在自己的身体上 踏出了探索飞行的第一步 年轻的智者将毕生的心血 都奉献给探索人类飞行的谜题 为了科学 显出了宝贵的生命 然而 科学就是在失败和牺牲中 找到继续前行的道路 智者的行为激励了无数仰望天际的人 公元726年 一位年轻的藏剑弟子 在联习藏剑山庄独门武学 风来无山时 意外地发现了不寻常的事情 风来无山这门武功 要求施展人手之重剑 以每分钟三百圈的速度进行旋转 到达这样的转速将形成风卷残云之势 缩相皮 这位年轻的藏剑弟子 想要突破自己的境界 通过每日清修苦练 它已经将转速提高到了每分钟四百八十转 正是这多出来的一百八十圈 打破了人类与天空的屏障 藏剑山庄的无意之举 窥视到轻功与武学的互通性 而在另一处地方 人们发现了轻功与动物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鸟类体表长满了羽毛 所采用的铁制骨架则 则过于笨重 无法抵抗地心引力 唐门弟子必须进行改进 我们将要把轻功关联到一种神秘的材料 这种材料异常坚固 同时又只有铁制的骨架百分之五十的重量 但这种神秘的材料异常罕见 一支二十五人的队伍需要在秘境中劳作十多个小时 才能发掘到一小块 为了得到它 唐门需要以数量不菲的黄金与之交换 改造后的人工翅膀不仅变得轻量化 而且伸缩自如 足以载着唐门人士乘风而起 遨游天际 这块实现人类飞行梦想的神秘金术 唐门人将它命名为飞天玄金 很快江湖各大门派陆续研究出了自己门派独有的轻功 轻功这门技术开始在江湖中流行开来 这同时也让一些人嗅到商机 公元732年 一位叫埃迪僧的商人 储巨子买下了各大门派轻功的专利权 他看到轻功的巨大潜力 并计划将这门技术实现商业化 埃迪僧将轻功分类为大小派别 小轻功售价280斤 大轻功则要2888斤 然而当时的普通工薪家庭 无法承受这样的高价 轻功开始变成只提供给权贵们的娱乐 埃迪僧还规定 轻功只限本人使用 未经允许不得传授他人 他将这种规则称之为直流轻功 但埃迪僧手下的一名叫特斯拉的员工 与支持不同意见 特斯拉认为轻功的发现 是属于全人类的 勇之谋取利益 是不得当的行为 特斯拉还主张 轻功必须与人交互 不断地探讨与学习 才可以促进轻功 更好的推动和创新 特斯拉将他的想法称之为交流轻功 这些独特的见解让后人受益匪浅 才让后人创造出了全新的双人轻功 轻功是通行这个世界最好的途径 你可以用它来旅行 你可以用它来交配 你可以用它来躲避天敌 但有一个人 遇见了轻功可以做得更多 洛阳郊外的小镇里 一名叫乔峰的少年 在父母的车库里 钻研着轻功的秘密 乔峰心中有一个伟大的目标 他要做出更好的轻功 并且让每一个普通大堂家庭 都能够使用轻功 在那个年代 如果你想要使用轻功 你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 去成为一个武林高手 你还要有钱支付 使用轻功高昂的价格 乔大侠是一个天才 天才并不是说把事情变得复杂化 而是在于他能把复杂的事物 变得简单 我们将在轻功里 集成轻导航 一百米后 使用二段轻功 享誉前方飞行 前方事故多发 请小心飞行 云端半功 我们的目的 就是让轻功变得简单 轻功不再是人们眼中冷冰冰的科技 而是有爱的生活伴 所以 我们的轻功将命名为 爱轻功 乔大侠不仅给我们提供了 人人都会用 人人都用得起的轻功 还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任何关于轻功的新想法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示 您的订单已被丐帮多师傅接单 请前往约定地点等候 已接到乘客苏小姐 现在开始前往目的订单 乔峰为大唐人民 带来功能一代比一代完善 精益求精的轻功 然而 他自己的健康状况 却每况愈下 在与病魔斗争了七年后 享年五十六岁的乔大侠 在自己的家中 与世长辞 他让轻功改变了世界 却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为了感谢他 带给人们的便利 病痛缠身 还舍己为人 不断改进轻功的精神 人们开始亲切地称他为 乔布斯 有人 至存高远 坏揣对天空的梦想 有人 脚踏实地 默默奉献 不进回报 有人曾说过 遵循前人走过的道路 才是正确和平的选择 但人类的进步 都得益于那些 不同寻常的人 希望轻功的历史 与历史背后 推动轻功改变世界的先驱们 能激秘你 去走不寻常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